市售酱油白白种 有些业者标榜蠢酿造 却不见得适用黄豆等古法制成 为了避免混淆消费者 微服部二度预告 包装酱油标示规定草案 参考国际规范及CNS国家标准 针对价格比较昂贵的酿造酱油 定出总蛋量及果醣酸含量 如果含量不足就不能称为酿造酱油 你要符合总蛋量 在每100毫升0.8公克以上 才能够标示为酿造的酱油 新规定一制成分为四大类标示 其中酿造酱油最费功夫 是用黄豆等古类真主培养出酱油取菌 再慢慢发酵熟成 大概需半年时间 素成酱油则是略过培养酱油取菌过程 直接用氨基酸液取代 再添加酱油胶等发酵熟成 水解酱油也是用氨基酸液取代 但没有进行发酵过程 至于混合或调和酱油 则是直接买酿造水解等酱油混合在一起的产品 纯酿造是真的是在制造过程 机器设备 场地 应该发酵 那个都很投资就比较大了 这样是大家是公平竞争 应该是不错的 这个是我看人家说要实施越早越好 石耀署强调 这项草案会有60天的预告评论期 顺利的话预定后年 也就是108年元旦 就可以上路施行 让业者能有缓冲期更正标示 到时业者若标示不实 最终可处400万元罚缓 记者综合报导